字幕志愿者 大家好啊 咱们这一期视频也是一个纯DIY的视频 喜欢DIY的朋友就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期视频 上一期视频咱们是做的这一个222A 这个储人的模组 那个视频出来以后 很多铁本啊都在私信我 让我做这一个双丘秉燃的111A 它也是刚刚开源 我就做了一批出来 都发到了你们的手上 视频的开头 大家都看到了那一块曾经的PCB 就是我们上一期视频给大家承诺的推出一款 兼容性更好的100瓦的充电模块 这是跟我朋友一起合作开发的一款 100瓦的双向充电模块 我们这一期视频就是着重的介绍一下它 上一期视频我们也说到这个IP2366 它的手机兼容性确实是不怎么好 我们也搞了一个兼容性更强的芯片 这是来自深圳英极星科技 推出的一款新的芯片 我们现在不能透露芯片的型号 这期视频咱们也会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记得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话不多说 我们这一期视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开发的这一款100瓦的 储人充电模块 上一期视频 把小玉哥哥和双丘秉燃 博主的名字报错了 给他们造成了郁闷 不好意思啊 只怪咱们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文字太多了 我认不全 这一个100瓦的充电模块 可以配合111A 也可以配合222A 这两个储人模组来使用 如果没有这两个储人模组的朋友 也可以直接接24V左右的直流电源 可以通过这边来给手机设备充电 还有好多朋友还不知道这个111A怎么用 其实这个说明的话 在双丘秉燃博主的主页里面 他有详细的介绍视频 把这螺丝卸掉以后 内部的PCB上面有电池的正负级的指示 它有多大的容量 取决于你使用多大的电芯 咱们这个是用的三星的50S 按照正负级放好这个电池 然后把这个支架也把它镶嵌上去 镶嵌好以后 我们离好这个线 然后把这个把它压上去 安装好4颗螺丝 这就是一个内部装了6颗 三星50S的6串电池组 容量就是3万毫安 100瓦的充电模块 一样的可以接在这个上面 接上去以后 按一下这里 就可以显示电量 我们用这个库代科15号 来给它进行充电 这里显示了98瓦 我们用库代科的10号进行充电 实际功率97瓦 用奥海的旗舰板来给它充电 实际功率也是97瓦 安克的140瓦来给它充电 实际功率也是97瓦的样子 用这个储能的充电站 来给库代科15号进行充电 功率可以达到97瓦 用它给小米的165瓦充电 卯充电 功率可以达到接近90瓦的功率 因为这一个自充功率是90瓦 再来一个玩法 用这一根XT60的公头转接线 接在这个地方 然后再拿一个模块过来 接上去 我们拿库代科的15号 启动它的双枪快充 首先这一个主模块 我们接上100瓦 启动它的100瓦功率 然后我们再接上一个模块 这里是100瓦 这边是67瓦 库代科的双枪快充开启 这边输入功率是161瓦 这个充电模块的外壳 我已经把它拆了 把温度的情况测试给大家看一下 100瓦满功率长时间放电 我们用这一个模组来进行放电 因为这里面有12颗的21700电芯 直接把它接到模组上面 大概还有88的电量 我们用电流表 持续的采集它的功率情况 直接启动负载一 拉它了25A的100瓦满功率 现在这个充电宝的电已经放完了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100瓦的满功率 足足放来1小时15分钟 88个电开始放的 没有降功率啊 大家看这个曲线图就知道了 然后温度的话 每每20多分钟 我测试了一次 采集了三张的温度图片 供大家参考 最高温度在55度左右 测试的时候 我们室内的温度17度左右 这就是100瓦满功率放电的情况 充电的话 大概也是一样的 因为功率是一样的 现在把这个充电模块的协议的情况 测试给大家看一下 Type-C口还有USB-A口 这个协议是支持的很全的 这个是Type-C口的协议 有UFCS 105瓦的功率 美国高通QC3家 5V 9V 12V 3.6-20V 华为的FCP 最高功率是24瓦 华为的SCP 最高功率可以到40瓦 三星的AFC 最高功率是24瓦 展讯的SFCP 然后这个是PD 3.0 100瓦 PPS QC5 PD 3.0点进去 固定档位5个 最高20V 5A 然后PPS也是5A的一个PPS DCP-SAM和Apple 2.4 三个基础功率 然后这是Echo协议的情况 有高通QC的5V 9V 12V 20V 三星的25瓦 华为的24瓦 华为SCP的40瓦 然后下面是 OPPO的绿场的沃克伞充 用这个表的话 测不出沃克伞充 大家都知道 华为的手机 它这个兼容性是很不好的 这个是荣耀老款的60 可以显示超级快充 有小数点 功率这里显示的是25瓦 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0瓦左右 这是C口 Echo我们用华为的原装的六暗线 一样的可以显示超级快充 带小数点 功率的话可以跑到21瓦左右 我们这测的都是真实的功率 这部手机是荣耀100 一样的可以显示超级快充 带小数点 Type-C口的真实功率也是在20瓦左右 我们再来看一下USB-Echo 同样显示超级快充 带小数点 真实功率也是在20瓦左右 这部手机是蓝厂的NEO9S Pro家 我们来看看它的功率有多高 首先是Type-C口 可以显示Vivo家的闪充标识 真实功率已经跑到了33瓦 我们再来看看Echo的情况 一样的可以启动Vivo的闪充标识 真实功率的话 一样的可以跑到33瓦左右 这里显示的是35.2瓦的一个UFCS 这部手机是小米家的设备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功率有多高 显示的快速充电 功率的话可以走到15瓦左右 Echo的话也是显示的快速充电 实际功率的话 启动的是9V 功率只有10瓦左右 这一部手机是OPPO的A3 这款手机可以支持UFCS融合快充 我们现在看看Type-C口 启动的是UFCS33瓦的功率 起始功率是26瓦左右 这个是USB-Echo 一样的启动的是UFCS33瓦的功率 起始功率是26瓦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模块 可以支持Valk散充 这部手机是新款的 它启动的是UFCS 这部手机是绿场的一个老款手机 它可以支持Valk散充的65瓦 目前这个手机还有60%的电 大概功率的话可能跑不满 直接启动Valk散充 功率的话目前可以跑到26瓦 如果电量更低的话 这个功率会更高 这部手机是三星的乐托10家 可以启动PPS 真实的功率可以跑到20瓦左右 如果是新款的三星的话 它的功率会更高一点 USB-Echo的话 功率也可以跑到15瓦左右 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大家最在意的 也就是这一个充电模块 它的纹波输出的情况 5伏3A 15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12.2毫浮 平均纹波10.1毫浮左右 9伏3A 27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20.2毫浮 平均纹波14.5毫浮左右 12伏3A 36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24.9毫浮 平均纹波17.1毫浮左右 15伏3A 45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28.4毫浮 平均纹波18.9毫浮左右 20伏3.25安 65瓦的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44.6毫浮 平均纹波26.5毫浮左右 255安 100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69.2毫浮 平均纹波28.4毫浮左右 这个纹波表现得好不好 各位老铁们 你们说得上 现在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我DIY的东西用料的情况 PCB版上面所有的电阻 全部都是用的日本的KOA 以前我们玩音响的时候 都叫KOA的电阻为光音电阻 这个电阻的精度很高 温飘很低 用在音响上面 它的声音非常的好听 用在电源上面的话 低温飘高精度 上面的贴片电容 全部都是用的日本的春田电容 AOS万代的MOS管 这个是英飞宁大功率的MOS管 这合金电阻来自深圳的豪欧电子 这就是保护板的用料 这一块222A上面的保护板 用料也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140W的充电模块内部的用料 我给大家讲一下 4颗固态电容来自日本的红宝石 电路板上面的所有的MLCC贴片电容 都是用的日本春田电容 上面的蓝色的电阻 全部都是日本KOA的光音贴片电阻 高精度低温飘 深降压用的MOS管 来自德国的英飞宁 这个贴片式的4.7V亨的大电感 来自日本的圣美达 两颗输出VBUS的开关管 也是来自德国的英飞宁 然后风扇下面 有一颗单便机芯片 用来控制这个风扇的转速 这里还有一颗JW5026 DC-DC的一个降压芯片 来自杰华特微电子 风扇是用的2006的超薄的涡轮风扇 这个风扇价格也不便宜 这里一颗TVS顺态一支二级管 然后这里还有一颗 这两颗二级管 来自依法半导体 这个5L00 这个是2512的合金电阻 也是来自日本的KOA 这个电阻价格非常的贵 像我们这种小玩家 用量不大的话 这一颗电阻的价格 可以谈到4块多5块钱 为了配齐这些KOA电阻 甚至有部分的电阻 我还是通过海外的渠道来购买的 想把一个板子上面的电阻 全部配成蓝色的电阻 非常的难配 关于这个IP2366这颗芯片 兼容性的话 我们测试过不少 这颗芯片的兼容性 它对手机的兼容不是很好 所以说我们联合某些方面 推出一款兼容性更好的 140瓦输入和输出功率的 双向充电模块的芯片 咱们暂时不能透露它的型号 这个模块里面 就是装的这一款新的芯片 这个模块就是老的IP2366 兼容性的话我来测试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老版本IP2366所支持的协议的情况 QC3加的华为FCP的 华为SCP的 三星AFC的 然后就是PD3.1 140瓦 PD3.1点进去的话 两个三安的PPS 我在测试视频里面经常的说 协议多了 不一定是好事 这个就是新版本的芯片的协议支持的情况 UFCS融合快充的105瓦 然后QC3加 5V 9V 12V 306-12V PD3.1 140瓦 PD3.1点进去 固定档位5个 然后PPS是改过的 改成了5安的PPS 这样修改一下的话 它的兼容性绝对比老款的要好很多很多 马上来做一个兼容性测试 大家就知道了 荣耀100 这个可以支持100瓦的PPS 我们看一下老版的芯片 只能启动超级快充 功率的话也就是20瓦左右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新版本的芯片 这里虽然没有显示 但是大家看一下这个功率 已经启动了PPS 而且功率一直在攀升 现在已经启动到PD3.0的40瓦 真实功率已经走到40瓦左右 这就是改版以后芯片对荣耀手机支持的功率的情况 然后这个就是蓝厂的iQOO NEO9S PRO加 我们先来看老版的芯片 显示的是正在充电 PD3.0 27瓦 真实功率16.7瓦 马上来看新版的 可以显示Vivo的闪充标识 功率的话大家看一下 显示的是UFCS35.6瓦 真实功率在31瓦左右 这部手机是OPPO的A3 老版本的IP2366对它支持的功率 真实功率在43瓦左右 马上来看新版本的芯片 已经启动了UFCS融合快充的33瓦 起始功率25瓦左右 米家的设备 老版的IP2366可以走到23瓦左右 新版本的芯片 大家看一下功率 这里显示的30瓦 真实功率在267瓦的样子 当然改了以后 对输入输出的最大功率 是不会有影响的 用库代科的15号给它充电 还是140瓦的功率 真实功率133瓦 同样的给库代科15U充电 功率一样的 可以达到140瓦 真实功率是134瓦 这个芯片的兼容性 大家都看到了 对于荣耀的新款的PPS 可以走到40瓦左右的正式功率 然后蓝厂和绿厂的PPS和UFCS 全部都可以兼容了 这个是不是兼容性很强了 前面在我这里购买这个模块的朋友们 你只需要承担你寄过来的运费就可以了 剩下的事交给我 改好以后我给你寄回来 既然在咱们这里购买的模块 我们的服务一定要到位 新版的芯片我免费的给你换 这是咱们应该的 这就是咱们这一期视频的所有的内容 非常的感谢各位老铁们 一直以来对我这个频道的支持和鼓励 说实在的 没有你们这些铁铁的粉丝 我实在是没有一直坚持下去的动力啊 这些东西我做出来 卖了过后挣点钱 我全部又投入到充电器的拆解和评测里面 说白了 做这些东西 也就是为了咱们可以更多的给大家 做充电器的评测和拆解 大家都知道啊 这些品牌的充电器是越来越贵啊 咱们的资金周转实在是有一点的尴尬 平台的一点点的分层 根本就够不上咱们这一个频道的运营啊 所以说还是非常的感谢各位老铁 对我这个频道的支持和鼓励 还是那句话 喜欢咱们频道的 喜欢咱们视频的 记得把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